因为我相信 世上只有她一个人 是叫独孤般若 她若不在我身边 我要着霸业 又有何用 独孤般若是个怎么样的女人吗 其实宇文户和独孤般若 两个人性格十分相似 也就是因为相似才会彼此被互相给吸引 对 然后因为般若作为独孤家的长女 然后出生又高贵了 从小能闻能武的 就是因为她作为长女 能力要高过其他的普通男子 我觉得从独孤般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她有责任和义务 去承担整个家族的重担 她想用自己的能力来保护她的家人 对 只有得到了更高的权威 才能稳固家族在朝鲜的地位和性命 所以我觉得能站在她的角度来看的话 她是真的是站在整个家族 为整个家族在考虑 对 现在生活中你更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呢 是相信一件钟情还是日久深情 现在生活中啊 就刚才我提到的 我还蛮喜欢独孤般若这样的女生 然后我觉得对自己比较幸福的是一件钟情 对 然后日久深情的话 会彼此更了解对方是不是需要的 对 那粉丝中有独孤般若这样的女孩子的话 就可以努力了一下 我也希望大家能有时间的话能互相 那大家能约起来一起吃个饭啊庆祝一下 因为大家都因为大家都是演员都在五湖四海拍戏 所以很难聚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在群里面互相会有一些庆祝的话语 对 互相会鼓励对方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因为在拍摄独孤天下之前 我做了一个腿部做了一个大手术 因为正好在人生若如初相见杀青的那个阶段 我在打球的时候腿十字能带短了 那时候还蛮痛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在独孤天下开机之前 刚做完手术 而且腿没有完全恢复 整个人状态还不具备强度的工作 走路的时候还是缺的 走路的时候还是缺的 总觉得自己的魂没有进入自己体内 而且势必会对我自己的信心 就是影响我很强的一个信心 因为只自己演的又是一个大人物 而且比皇帝还大 最起码要充满了信心才能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就你们没有看出来 走路的时候有些时候是一瘸一瘸的在荧幕中 我自己会感觉到 对 有些时候真的是一瘸一瘸一瘸 自己走的时候没有感觉到 但是我看镜头的时候是晃的 整个人晃的 但是人物一晃的话 会把太师整个人的状态给带走 因为我看到自己走路的时候 没了 完了 这人飘了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台诗语文污者角色那么受欢迎 我是希望接下来 还是能拍一部古装剧 能呈现给大家 对 而且公司已经有这样的安排和计划 那是挺开心的 然后接下来有一部剧 是一部现代剧 即将有可能在腾讯 也是在腾讯 归环世界给你 对 里面演的是一个设计师 请你 潘建池的一句台词就是 我是有所图谋 我图的是人 某的是情 然后太师 不能掐他脖子 不好意思 演示一下 你就正着我喜欢你 你就正着我喜欢你 嗯 你觉得就让我抵个心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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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要的是我当皇帝 你做我的皇后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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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